一直带大家去看各个运动项目的比赛和场馆的幕后花絮 那今天呢给大家呈现一些不一样的来到了中国之家 China House 其实呢在每一届的奥运会 无论是夏澳还是冬奥 很多的国家包括国际奥委会 都会有他们自己的House 来招待一些宾客 来传递各个不同国家的文化和传统 那今天就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的China House吧 进来之后第一个展厅呢 主要是给来宾们去展现一下中国古代跟体育的一些渊源 比如说在这幅画当中 我们会看到清朝的乾隆皇帝当时正在射箭 就跟现在的射箭运动比赛非常的相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湖 我们会用箭来投壶 待会我们也会去亲自的体验一下这项运动 所以我们会在过去古代的一些运动当中看到很多现代运动的痕迹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中国的风扇啊 诶看看有没有看到我的大名 有很多一些知名的运动员官员过来都会签上他们的大名 看看你能认出几个来 China House 我来到这边我就感觉像回到家了一样 就很多的运动员就其实我们每一届奥运会 亚运会都会抽空去到我们的中国之家看一看 走一走放松一下 再来这里看一下 在这幅图当中呢 我们会看到一群人是在练摔跤 对 就跟现在的一些摔跤啊 包括柔道啊 柔术比赛会很像 就不同的一些方式 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们穿不同的服装 再来看看这一边就是像现代的长跑或者是马拉松 就有一群人在跑步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位骑马的勇士有什么特别吗 是一位女性哦 在古代的时候中国就有女性去骑马进行运动 这个湖上雕刻了各式各样很多不同的运动 就在这幅图当中会标示出来 随后身后这个大幻灯展现的是有古代的跳水 包括有龙舟 还有我们看到有道立 就各式各样的运动 在古代的时候就都已经有了 可见我们中华民族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热爱运动的民族 第二个展厅呢 主要是讲中法六十周年建交的一些体育文化活动 我们说这一块以法国为主 大家会看到是一个蓝色系 淡蓝色系 我特别喜欢因为自己作为帆船人 恒海人大海就代表着蓝色 然后这一边呢 就是中国的一些橘红色 会看到有些体育活动啊 文化交流啊 包括一些剪纸设计 相信我们会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 那第三个展厅呢 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是跟现代体育有关的 讲的是中国体育发展成就的一些进步和故事 从中国最初参加一些国际性的大赛 到第一届奥运会 冬奥会金牌龄的突破 以及北京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双奥之城 08年的夏奥和22年的冬奥会 包括除了我们追求奥运的金牌奖牌之外 也更加注重了全民体育的一些推广和普及 大家一定都有听过三亿人上冰雪 通过22年北京冬奥会 让很多人都体验到了冬季运动项目的乐趣 看到熟悉的火炙了吗 可惜我只有夏奥的火炙 没有冬奥的火炙 这两年在国内马拉松也特别的火 这里就展示了一些马拉松的装备 我觉得特别吸引我的就是马拉松的奖牌设计 特别的崩放 然后会结合当地城市的一些特色 颜色包括历史人文等等 这个展厅特别的明亮 主要是Teen China的一些合作方赞助商 首先我们看到这边是毛哥平的化妆品 会给花洋游泳艺术体操 包括冰上的一些滑冰的选手 提供化妆的产品的支持 我就特别被这些包装给吸引了 有Teen China和五星 设计超美 这边就是我们经常用的太阳眼镜 防空镜 就一般户外运动的选手 甚至是速度比较快的室内的一些运动 也都会选择戴上眼镜 这一款是为本届奥运会 中国运动员专门设计的 有典型的红黄颜色元素 这里就是Teen China的一些周边产品 我们会看到有水杯 有一些纪念品 孙悟空大到天空 一场非常实用的水杯 笔记本 还有小日历 最最最最最受欢迎的就是徽章 超漂亮的设计 听说最火的一款爆款 就是熊猫的一个系列 看这些熊猫玩各种各样的翻船 看到翻版了 随后呢 这边就是安踏这几届奥运会的领奖服 其实大家看上去好像这几届奥运 无论是冬奥下奥 好像领奖服从外表上看 非常相似 但其实呢 我们穿着的人会发现细节上是有很多改进的 就无论袖口的设计 包括整个袖子边上的一些印花 螺纹 以及我们的拉链上面的这些配置 都是在于细节的变化 所以真的是要真正穿着的人 才能体会到这一些设计之美 这里就是我们本届2024巴黎奥运会冠军墙 从中国的手金开始 看看最终我们一共能拿多少枚金牌呢 杨家鱼是我的好朋友 哇 太为太骄傲了 真棒 那来到我们的后花园呢 就是一个活动去可以体验各种这样的 中国传统的一些运动啊 包括我们的绘画 以及印章等等 那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吧 我们就来 illumin Cheers 来尽听 来尽嗓 Run ROM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选题就比较丰富 我还没有记得住 这是冠军之宝 冠军宝喜 这是它旁边有我们的logo Tin China 对 冠军之宝 这是诗词里的中国节 这是八个传统节日 然后我们用 你看每一个节日会场上都会有一首诗词 有一个那个时期的 或者说那个季节的一个体育项目 这一套呢是小龙儿看奥运的这么一个系列 你看今天是龙年嘛 然后我们创作了一款小龙儿的形象 然后一共是十二枚这两个盒 当你一次性的买六枚的时候呢 就会送你这么一个漂亮的 漂亮的框 然后呢这个里面 限量吗 限量的 大家抓紧手速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